OK OK 好那就開始喔 好 那我們今天 今天這場就是講這個 怎麼樣自駕一些基本服務 如果你很注重這個個人隱私 不想被這個所謂商業公司 或大公司綁架的話 因為現在很多的這個 軟體使用都已經跑到雲端上去了 所以勢必你就得供些資料 才能夠使用這些服務嘛 所以這邊就是教你怎麼樣去 用一些自己駕的基礎建設 來做一些服務 讓你可以使用遠離這些大公司這樣 講者是Milsky 他等一下會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就可以掌聲鼓勵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喵司機 今天的題目是 遠離大小會社自駕基本服務 在共筆裡面已經有放投影片 跟這個BBB的連結了 然後上BBB的話請 請大家記得要關麥克風 不然會有QB 那就會聽到那個 嘻嘻的那個聲音 如果有QA的話 歡迎大家打過 因為我現在人不在國內 所以就只好遠端參加這樣子 OK 那今天的agenda是這樣 首先先安利一下 就是宣傳OCF的培訓活動 如何建立安全網路架構2 也就是之前我們有請 請CYJ跟GD跟利夫去 就是做這個 如何建立安全網路架構1的活動 就是稍微介紹一下 設定路由啊 設定路由啊那些 就是怎麼樣做 可以讓自己比較 網路安全比較安全這樣子 反正就是這個活動 之前的反應還蠻不錯的 每一場都爆滿 所以我們就決定 要再多開一場 那 喔 好 對不起 講的是ZK ZK 好 那 欸 好 那如果說 想要報名的話 歡迎這邊有報名連結 或者是向OCF攀位 或者是直接去找人在現場的行為 直接報名 這樣子是OK的 好 然後 基本上 這一場主要是在講說 要怎麼努力大手會社 為什麼要遠離大手會社 因為 還是先停在上面也好 因為 我大概沒有辦法講的比 那個 那個 就是 有一本書叫做 那個 什麼說 就是在講 剩餘 剩餘的資料怎麼樣建構出 現在新的資本主義 就是那個 有一本叫做監控資本主義的書 那它分上下兩策 它在講說 大家的 行為 在網路上的行為 比如說你上Google Gmail 或YouTube 然後你怎麼點擊 它生產什麼內容 你會點擊更多的內容之類的 然後 或者是像Facebook 你在時間軸上面 怎麼樣可以讓你停留更久 它就會送 送一些A-B test 然後 藉由這個方法去收集你的使用習慣 收集你的 個人喜好 然後 盡量想辦法把它轉換成商業的利潤這樣 那 我大概 我沒有辦法講的比監控資本主義那本書講的更好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們歡迎去看那本書 那 因為我真的很討厭被別人收集我的使用習慣 所以我就想說那所有的事情我都自己架 盡量不要使用大公司提供的服務 因為 像Gmail這種是免費的嘛 那 應該說現在有收費 但是之前免費很久了 那免費的通常是最貴的 所以 就 還是要想辦法看能不能反腐歸正回到一下以前這樣子 那 剛剛好呢 如果說各位對 AltSync就是 就是開放聯石碼的 情報收集或者是說 就是以中文來說比較像肉搜 有興趣的話呢 有一個叫做Michael Basel的人 他是AltSync的大神 那他最近剛好也做了四集的自家服務 有興趣可以開Spotify 或者是其他的Podcast的平台 去收聽他的Podcast這樣 那內容其實是差不多 就是跟這次我們要講的差不多 OK 就是我假設說我們的聽眾 都是 已經跟 開源文化跟自己架設有一點點熟的 那我們就 這次主要是在講 一些小小的技巧 跟大家交流一下 OK 所以有問題的話 歡迎就是在 BBB或者是在共筆上面提出來 那第一個是 我們自家要有硬體嘛 硬體要 蘇美派Digital Ocean還是X86 那我個人三個都用過 我覺得蘇美派主要的問題是 如果你沒有加散熱片的話 你在台灣很容易就熱當了 就是說你用拍四或拍三 那拍四熱當 你就要去把插頭吧 如果說你人的好不在國內就很尷尬 那還有就是像QBball Banana Pie Nano Pie那一些 就是中國生產或者是 韓國生產的比較 比較 便宜又大碗的 這種單片的主機板 那它常常RBM就會輕自更新了 那你收不到更新之後 會蠻有資訊安全的疑慮的 對 那如果說你是在上面裝 OpenWRT的話 通常會更新比較多 但是大家也知道 OpenWRT的套件跟 Dabian的套件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有的時候你想裝的東西不一定會有 就稍微麻煩一點點 對 那底下是稍微按例一下 就是 我在網路上找到一款蘇美派的 散熱殼還蠻好用的 對 OK那如果是用Digital Ocean的話 每個月5塊10塊美金 而且不停電還蠻不錯的 對 而且他們的DNS服務又是免費 就很棒 可是 這樣就多少又違反了 你不想要使用大公司 雖然Digital Ocean不算是太大的公司 但 就是 有的時候你還是想要自力更生一下 就盡量避免Digital Ocean 那 X86 反而是我用到現在我覺得最好用的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就是 又穩定 然後 又 反正不容易出問題啊 散熱好啊 效能也不錯 在上面可以多跑幾個Python 沒有什麼問題這樣 不會覺得有Delay 就像Intel的NUC系列 雖然現在好像要交給華碩 但是舊的還蠻不錯的 或者是像熊老闆賣的瑞角雲 就是之前用便宜的價錢撿了一片 覺得也很好用的 他到現在還在線上 兩三年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或者是像HP672的小桌店 就是 好像有 可以用也是蠻便宜的價錢買到的 就自己升一些RAM那些蠻好的等等 所以 我的經驗告訴我說其實X86是最好用的 好那 可能大家會想說 那我在家裡面架一個這樣的服務 那我要用固定IP還是浮動IP 其實跟大家一般想的不一定一樣 就是一般來說都是建議使用固定IP 自家的Pulsefix會比較方便 因為你需要收信的話 你會希望說那個解出來的IP會稍微固定一點 不然的話到時候可能會沒有bouncing 就是被退信 對 但其實 你真的使用浮動IP的話也不是不行 因為 迫於現實 我們還是會需要使用msa.hi.net來轉信 那 就是 對 該怎麼說呢 就是 你 浮動IP也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對 那固定IP比較方便的是說 像現在Gmail已經要求大家要使用SPF或DKIM 才能夠把信寄進去Gmail的系統裡面了 所以說如果你用浮動IP的話 你的TXT也要跟著一起變 就很麻煩 然後很可能在你寄信的時候 因為 Google那邊 DKIM或SPF的DNS的Record沒有更新 就把你擋掉了 所以說 就是 總之固定來說我覺得固定IP還是會比較好一點點 對 OK 那這是幾個必備的套件 就是大家看一下裝一裝就好 我只是想說順便安利一下 那個WeChat 不是微信那個WeChat 是WEEChat 它IRC的客戶都很好用 然後 Supervisor也是一個比較少人在用的東西 就是它可以讓你 對 怎麼說 就是設定你要跑的Python程式 然後掛掉的時候它就自動把它重新跑起來 效果蠻不錯的 對 然後像我習慣用的是純文字的客戶端 所以我就用MUTT 那個MUT 來看信 然後PostFix是一定要專用它讓你收信 這樣子 OK 好 然後裸奔在網路上 基本上還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你用GUI架一些Service 那很容易被大家打進來 所以就是 除了定期上Patch之外 那個SSH千萬不要用密碼登入 然後就是開你需要用的防火牆就好 那這邊特別提出來的幾個是 我們這一次Session會用到的 比如說像PoL25 SMTP是寄信進來的 那PoL465是SMTPs 就是有OverSSL的SMTP 993MFs 995Pub3s 那是讓你使用手機上面的收信軟體 要開的PoL這樣子 然後HTTP就看你有沒有架Service 但是HTTPs HTTP這個最好是 還是要開一下 因為我們會需要用到Let's Encrypt 就是定期更新自己的SSL簽章 所以這個是會需要的 然後MQTT看你有沒有需要架 有需要才開 沒需要不開這樣 OK 那自己家服務就不得不使用Let's Encrypt 不管是說你是自己架網站 或者是iMaps都會需要它 教學文真的很多 就大家自己去看教學文就好了 就假設你已經申請好自己的Domain了 然後已經架了Let's Encrypt 所以你會用Apt的APT 安裝一下就可以 就可以把Let's Encrypt的SertBot架起來 然後就直接SertBot 按一下就可以拿到自己的CA簽章這樣子 對 假設你都已經做好了 那麼我們就可以開始設比較複雜的部分 因為後面這個部分 就稍微容易出錯 首先是你可能會想要搜寫 就是要取代掉Gmail 那你要的是PostFix加上CA 可能比較久的朋友 就是比較古老的朋友 可能會使用SendMail SendMail我已經不會用了 對 所以可能也不知道它有沒有再繼續更新這樣 所以現在大家都使用PostFix 那很不幸的就是說 因為你直接使用故外寄信出去 有一些收信端 就是有一些公司的Email Server 還是會把你的Diamup IP擋掉 所以說我還是會建議使用 msa.inat.net port587 去做轉信的動作 那你假如在CostFix SASL Password上面 加上msa.inat.net 587 email at msa.inat.net 這個動作就可以了 那Password就是你自己在msa的Password 好然後記得要加上 man.cf加上relayhost 這樣子你所有出去的信件 通通都會透過msa 在幫你轉 那因為msa它會驗證說 你是不是Hinat的Diamup IP 如果是的話它就幫你轉 這樣子 那仍然是推薦使用Post587 就是我在早期測試的時候 有發現Post587 有那個SSL authentication failure的情況 可是還是很推薦使用 因為我不知道它Post25 有沒有做START的DLS 如果沒有的話 那等於是在Hinat的內部傳的時候 是明文的 可是這邊有一點要 就是如果是你是比較注重資安的朋友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除非使用端道端加密 不然的話 你家裡面到msa這一段 是有加密的 但是msa會先把它解開來 然後在內部處理完了之後 再把它送到下一個郵件傳遞的 server上面去 那這一段 就是看他們中間有沒有加密 如果有的話也還是會加密 但是就是如果說有一個人 他在msa上面偷聽大家記得信 那他就會看得到你 你記的內容 這個樣子 所以說如果有可能的話 還是建議大家使用Fmine加密 就是如果用的是Thunderbird的話 他有可以PGP加密簽照 這個樣子 OK 好 然後記得通通做完之後 一定要執行那個postmap的 etcpostfix successful password 產生 password.db檔 因為我偶爾會忘記做 更新密碼的時候忘記做 對 然後再restart就可以了 OK 那你信可以寄出去的話 你還會需要使用dovcat 來做top3個imaps的部分 所以就是直接appt.get install dovcat就可以了 然後路徑稍微改一下 就是按照畫面上設定的這樣子 稍微改一下路徑 然後重新開始 dovcat就OK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我們在手機上收信會用 比如說google的那個email 其實也有一個open source的k9mail可以用 還蠻好用的 那就是建議大家說 一定要開smtps跟imaps 來確保說你用手機收信的過程中 那個傳輸的過程是有加密的 當然它在你的手機上面仍然是解密的 對 嗯 就稍微這樣子填就可以了 就是主要是注意port有沒有對 然後account跟password有沒有對 這樣 OK然後 然後Gmail基本上是給大家一個 就是給自駕服務的人一個小小的頭痛就對了 就是在2022年的11月以前 它其實如果說你點開你的Gmail 然後在收件人那個地方會有一個三角形的 就是一個小三角形 你把那三角形點一下 它就會告訴你說這封email有沒有加密 如果沒有加密的話 它就會給你一個紅色的 為使用加密功能的這樣的鎖頭 然後如果說你在傳輸過程中 有使用標準的TLS加密的話 它會給你一個灰色的鎖頭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的就是 全部都有使用 sminepgp牽章加密的話 它就會告訴你 它就會給你一個綠色的鎖頭 OK那在2022年11月之前 只要按照下面的這種設定法 你寄出去Gmail的信 就會通通有使用TLS 那它就會給你一個灰色的鎖頭 但是就是前兩天在重新測試的時候 發現已經不行了 怎麼說就是現在Gmail要求大家都要使用 SPF跟DKIM 那這兩個技術可能要請大家自己Google一下 就是它是幹嘛用的 那大概主要是說 SPF會要求你在DNS裡面 設定一個TXT的欄位 然後它裡面要列舉了你寄信出來的 IP跟MX就是轉信點這樣子 OK那像我們使用msa.highnet.net來做轉信的動作 所以我們就直接在SPF這個欄位裡面填說 我們的MX是msa.highnet.net就好了 那我後面還是列出了固定的IPv4 就是如果說你沒有透過msa轉信的話 它會去查Sender的IPv4 有沒有Mesh這個TXT的欄位 有的話才會讓這封信過去 OK 然後只要你這樣子設定 基本上Gmail就還是會收到 然後它會給你一個灰色的鎖頭 就是下面寫著標準的TLS已經使用了這樣 OK 那這幾家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除了可以 就是除了在自己的機器上面的收信 感覺很爽之外 它基本上多了一個叫做Wildcard Email的東西 就是可能以前有人有聽過說 你在比如說喵司機 喵司機 在Gmail的中間用一個加號 你就可以區分很多不同的E-mail 比如說喵司機 加Costcop.gmail.com 或是喵司機 加某某論壇 在Gmail.com 但其實論壇的owner也都知道說 大家會做這種事情嗎 所以如果說有哪個論壇或有哪一個系列 他們的就是有些不肖員工 我可能會把大家的個資外流去賺一些小小的E-mail 就是E-mail的錢 的時候就會把那個加號拿掉 那他就知道說你原來的E-mail 你也就不會 就無從得知說你的E-mail是從哪裡流出來的 OK 那這幾個時候Wildcard Email就很好用了 因為你就可以產生無限格的 比如說 Costcop.gmail.com 論壇1.gmail.com 論壇1.gmail.com 論壇2.gmail.com 就是你可以 申一大堆的E-mail 然後你要申幾個都可以 然後你可以用這個去論壇上面註冊很多的帳號 然後 你再就是按照這樣的設定 就是 就是add.myunics.id.w myunics account 填進去之後在postmap etcpostfixvirtual 就可以收到 所有 myunics.id.w的帳號 的E-mail這樣子 那 效果還 效果還蠻不錯的 就是譬如說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screenshot 我其實這次註冊Costcop用的是 Costcop add.myunics.id.w 那他一樣會進到我的MOOT的信箱裡面來 那 有人會問說 如果我回信的話 那 會不會使用原來的E-mail回信 其實 MOOT早就有支援WildcardE-mail了 你就是在MOOT上司裡面加一行 set a reverse name yes 那很不幸就是K9E-mail沒有支援這件事情 然後如果你是用Thunderbird的話 Thunderbird有讓你可以手動修改from 所以可能每次回信的時候 你就要稍微修改一下 對 OK 那基本上E-mail是自駕所有服務裡面最困難的 如果像是駕Blog的話 就很簡單 因為我自己是做資安的 我不會建議大家說 在家裡面駕Wordpress或者是Jungle 或者其他的CMS 我會比較建議通常都用靜態的會比較安全 那如果說像這個投影片就是用remark.js在做的 所以說如果你要在自家的HTTP上面分享投影片的話 建議大家使用remark.js 然後就很單純 你就把它當markdown來寫 然後寫一寫 那就自動把你變成投影片了 效果很好 那像這份簡報的投影片 大家也可以上Github去看一下它的原始 就知道說寫下來很單純 那如果是比較長的Blog文章的話 就可以使用0MD 像這邊有一個例子是 如何逃離Google之一的0MD 你就設定一下SRC 它就會自己去幫你抓那個markdown 然後以後你有更新markdown 它就會幫你render這樣 效果還蠻好的 那有人會問說 比如說我不用Google Drive 我不用圖片的自動上傳服務 那樣要怎麼辦 有一些人可能會使用 像是QNAP或是Synology NAS的提供的功能 效果也不錯 但我個人是比較不喜歡1號所有的公司 而且Synology他們 就比較是公司的服務 我喜歡的是自己家的開放原始碼的服務 那像如果想要在多個裝置之間 同步檔案、同步照片、同步行事例、同步聯絡人 都可以使用SynkTheme這個軟體 SynkTheme也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軟體 然後它最大的功能其實是 就算是你東西放在內網 它也是有一個Stone Server 可以讓你去透過 可以幫你從內網relay出來就對了 然後你可以有各種不同的遠端裝置 去加入SynkTheme的pool 然後你可以就是 A裝置可以形成B裝置 B裝置形成C裝置 然後就從A把檔案傳到B再傳到C 或者是你直接A跟C對傳 然後你可以決定說 哪一個資料夾它是 read only 哪一個資料夾是 write only 哪一個資料夾兩邊同步 然後你可以 就是大家通通串在一起 變成一個網狀的連結 你可以使用新狀的連結 你可以之類的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操作 各種不同的拓斧 很方便自己操作、自己設定 那為什麼要SynkTheme 因為SynkTheme是剩下的服務 會需要的東西 比如說像行事例跟聯絡人 大家可能都還是用Google Calendar 和Google聯絡人 有時候還會不小心分享出去給其他的app 就會把朋友的電話賣掉 那基本上Android我就是一律建議使用 這個DeckSyncCC 我不太確定DeckSyncCC 在Google Play上面有沒有 但是我會在Android上面安裝FDroid 那FDroid也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 應用程式的市集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用FDroid 或者是你用Google Play 應該都可以找得到DeckSyncCC 那DeckSyncCC是一個 它可以讓你有提供Calendar 跟提供聯絡人的服務 就是你把裝到手機上之後啊 你就可以繼續使用原來的Google Calendar的那個app 但是它就會變成一個DeckSync Calendar 然後所有的東西都會寫入你的Android的DeckSync目錄 然後你再去Sync這個目錄 你就可以在不同的裝置之間同步這個行事例了 然後聯絡人也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同步 所以效果就很好 而且你就不需要把你的聯絡人跟行事例賣給大公司知道這樣子 那像照片也是一樣 就是有些人Google沒有花錢買 你就是使用普通畫質的照片同步這樣 照片備份服務 那如果你想要備份完整大小的照片 或者是你就是完全不想讓Google去從照片裡面 你也可以截取任何的像是臉啊 或者是什麼 Google現在也可以辨認貓啊 狗啊物體啊那些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 你也可以使用SyncSync 然後你把Google備份關掉就好了 然後用SyncSync去Sync回自己家裡面的機器 就是檔案很大也沒有關係 它就是直接Sync回去這樣子 OK 那這一頁基本上只是想要幹掉一下而已 對 貓臉辨識不是說要開源他們的貓臉辨識軟體嗎 到現在什麼什麼什麼消息都沒聽到 然後繼續去做下一個生意這樣子 我覺得 嗯 作為一個贊助人 我覺得心情不卻很好這樣 對那 其實就是 作為一個多貓家庭的家長 我覺得觀察貓咪大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對 那如果貓咪有 有 就是大小便有問題的話 早發現找治療效果很好 可是 對目前還沒有找到好的貓臉辨識軟體 如果有人有的話 歡迎跟我說一下這樣子 OK 然後這邊是參考資料 那投影片是CC by SA 4.0 歡迎大家就是拿去重複利用這樣子 好那 看看 還有三分鐘 看看還有什麼問題 歡迎大家提出來謝謝 正在傳麥克風 莎里廟廟廟師,你好 我是那個 有一個好奇的部分 就是說,假設說 要做共筆文件 比如說,像google document那種東西 可能像一些企業或政府那一部的機關 也可能會需要到這個東西 但講到說不要多仰賴大公司資源的話 有沒有那種可用的平台 因為像SendMail PostFace 或是那個什麼 或其他的那些東西 都是有一些基本的那個平台的伺服器 引擎伺服器 但是有沒有那種 像是比如說像LibreOffice 或是那個OnlyOffice 他們有沒有那種網路版的那種東西 就是可以說不用把什麼公司 或是政府的機密文件 放在那個上面的那種方法 或是平台 或是製作平台的那種軟體以上 這個是好問題 我不太知道 我們以前用的是叫做MoinMoin 就是Moin這個東西 我看一下 MoinMoin是一個有點像是Wiki的東西 然後它可以讓多人同時先上編輯 那其實如果你自駕 而Wikipedia也可以 可是如果說你要像是LibreOffice 就比如說你想的應該是Office 365那一種 對不對 要這麼漂亮的我好像是沒看到過 不知道現場有沒有其他人有補充 我可能不知道 我可以補充一下 我自己是用NetCloud 然後搭配OnlyOffice的網頁版 那它可以直接在網頁上面 編輯Office document包含 DOC Excel等等 那我這邊有一個問題想了解 那是偏向通訊軟體 因為像我們LINE Skype 這些東西也都架在別人家 那有建議 如果想要自駕通訊軟體的部分 的話 從哪一個下手會比較好 謝謝 這個問題其實有點困難 要像LINE這麼好用的真的不多 然後還有貼圖還有什麼 所以我覺得 可能沒有一個很好的取代LINE 或者是Telegram的軟體 像我有的時候 就是 可以自駕Matrix 也可以自駕IRC Server 但他們都沒有很漂亮的貼圖 然後 對 那這邊現場觀眾又要補充 OKOK 我是想說 這個東西可能有些XAMPP 這種 協定 雖然說好像被Google拋棄掉 但是 不知道 但或許從這個 資源這個協定的平台引擎 可能比較好一點 然後像LINE 可是應該有那種像Pigeon 那一類的那個通訊軟體 應該也可以拿來做評估 我是認為要找可以找這個方向來找 OKOK XAMPP我其實也架多 然後Pigeon直接拿 有內建資源嘛 直接拿來用很方便 而且他也有IOS版 好這邊還有 他有Mate版 好 那個抱歉 追問一下問題 就是我現在是用Google幫我寄Password 然後就是我希望Password可以在PC 跟手機上面都可以互通 有什麼 可以替代GooglePassword的方法嗎 給Google密碼我有點害怕 OKOK 我都是用KeyPass插C 然後再透過SyncSync去在各個裝置之間同步 可以嗎 對感謝 忘記寫這個部分了 這個很重要 好 好 現場還有人要問問問題嗎 好那看起來沒有了 就謝謝Miosky的分享喔 OKOK 感謝大家 好謝謝 謝謝 咦 咦